不管是目前在女子举重59公斤量级排名世界第一的阿美族女将郭信纯 还是短跑好手杨俊翰都是来自体育班所培养出的人才 但各教育阶段体育班的发展却面临失衡 根据教育部统计 目前国中设立体育班的有384校 不过高中设体育班只有151校 也就是说国中体育班毕业的选手 没办法顺利衔接到高中体育班培训 引起立委高精宿媒质疑 你的运动种类有46种 可是中小学的体育班大概只有8种运动的盘点 所以部分体育班所发展的运动种类 缺乏了三级培训的衔接培训的计划 出现体育班选手三级培训发展的困境 教育部坦诚需检讨 将借由设立基层选手训练站补足 也将发展各县市运动地图 检视区域内体育班发展 像现在国中到高中这一块 确实一定要体育署跟国教署来合作 这三个月先把我们这个更细致的部分做完盘整 因为盘整才会知道哪些区域应该要再强化哪一些 那之后才是行动 拳击场上蓝方红方选手互不相让试探挥拳 地方的拳击训练站也是培训学生运动选手的一种管道 列为武力华表示 许多原乡地区优秀体育选手所处的学校 常常因师资不足 难以成立体育班 因此要求教育部协助辅导地方政府 结合多种单位资源 设立基层选手训练站 我们能不能用这种以选手为中心的思维 像这些单向体育运动项目的教练 我们提供这样的师资来源 校方他来提供这些优秀体育学生的名单 由这个训练站来训练 偏乡真的有很多这样的遗珠之害 学校在这个部分我们可以用运动代表队先来部组 一个月内能够提供这样一个研绎可行的方向好不好 可以 体育署允诺一个月内提出研议计划 而针对目前体育班课业辅导编列八千万元的预算 却只有八十校申请 金额不到三千万元 执行率仅三成多 教育部及体育署回应将再进一步了解原因 原事新闻喜顾许家荣立法院采访报道